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专门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中国最近发生了好几起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那今天我们特意请了中国知名的女权作家 上官乱小姐 她也是台湾的媳妇 来上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跟石板和我两个台湾女婿 讨论一下两岸妇女地位和权益的比较的问题 上官乱小姐你好 王浩先生好 石板先生好 石板好 我们先看一下新闻片 这名心智障碍的女子 被人用铁链锁在一个卫生环境恶劣的小房间 听口音看容貌 不像徐州本地人 怀疑她是被拐卖到当地来生孩子的 追查发现她果真是云南人 调查说她当年离婚之后言语行为异常 只有同村亲友受她妈妈所托 将她带到江苏医病 并且将她嫁出 医生说她患上精神分裂症 地方官表示 女子会伤害老人和小孩 所以丈夫用铁链把她锁起来 但是网友质疑 既然是心智障碍患者 怎么会在1998年取得合法结婚证明 而且一连生了八个孩子呢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这间烧烤地人10号凌晨 有一名男子上前摸了女子一把 女子明确拒绝性骚扰 但下一秒男子全找相向 女子的友人已久拼反击 却被男子同伙压到地上猛拆 甚至还砸椅子攻击 干嘛呢 干嘛 前世纪画面录下 男子把女性拖到门外 还推导其他女子继续施暴 这一起发生在凌晨2点的案件 党体公安局直到晚间6点才公告 说要开始抓捕嫌败 办案过程完了10个多钟头 让人怀疑警方斥爱 国际媒体直指事件 揭露了中国女性的弱势处境 但墙内却不允许相关讨论 上官了 你是来自四川的知名的女权作家 这个一年多以前移民来到台湾 是因为结婚的依亲的关系 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简单介绍一下 你个人在中国的工作经历 学习工作的经历和来台湾的姻缘 其实我在中国 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已经持续过很多年 我在中国是 我是那个新闻专业出身 所以呢 大学毕业以后 我从事了几年媒体 断断续续的从事一些媒体 包括新闻类的网站 时尚类的生活类的杂志 都有做过记者编辑都有做过 所以呢 但是呢 我真正关心女权议题 是从我兼职的虚构写作开始 就是写小说 我大概从2012年开始写小说 然后后来呢 2013年拿了一个奖 我所有的小说 其实都是关于中国女性处境 和女性命运的 所以呢 后来就是渐渐的被称为女权作家 其实我还蛮诧异 因为我觉得 关注女性处境是我的本能 但是我认为女权作家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很专业的 它需要 我觉得你要发表 比如关于女性处境的 什么学说 什么理论 需要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建构的一种 进步 我觉得这个才能被称为女权作家 比如像台湾的吕修莲 她写过新女性主义 然后对岸的李银河也写过女性主义 然后日本的上野千和子 写业女 然后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东方父权文化的认识 我觉得这些都是 所以我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女性主义题材创作者 以及女性话题时评人 因为我近几年写了很多关于女性题材的实证评论 然后我在做YouTube的时候 也就是做了相关的话题 所以可能大家就注意到我认为女权 但是我也想解释就是说 女权它其实是一个蛮专业 有一点专业和门槛的东西 但是我自成女权主义者 是因为我想推动这个价值 那你这移民来台湾一年多 主要是在桃园中立生活 那你还会继续你的写作和你在做YouTube 那我看到你最近的一集YouTube的节目 陆沛阿乱 中间对唐山打人事件 做了非常精彩的评论 你在那一集上 对唐山打人事件做了专门的说明 那么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 过去这几个月 从彭帅事件到徐州铁链女 我们刚才新闻报的 到这次唐山打人事件 它反映了中国女性的地位和潜意保障的 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 最近这一连串的事件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其实这三个案件 就是三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唐山打人案 就是至少在官方的定义中 唐山打人案 它把它定义为一个 就是这种黑恶势力对女性的骚扰 但是呢铁链女就不一样 铁链女它涉及到 刚才新闻说 它涉及到这个官方当年是怎么样 配合这个就是拐卖妇女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合法的事情 这个它触及到地方政府的这个形势 那么第三个彭帅案件呢 它就纯粹是一个政治案件 这三者的性质不同 但是呢 它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 怎么讲呢 就是唐山打人案 它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恶性治安事件 其实它反映了中国女性 其实在整个社会环境中 它并没有像官方说的那样 中国女性走夜路啊 比美国安全 你半夜可以撸串的这个幸福感 美国是没有的 事实上这个案子证明了 这些说法都被推翻了 然后而且警方也并不是说随时就到 你看派出所现场只有1.9公里 它走了接近半个小时 那么还有就是 铁链女反映了当时的 就是计划生育 你说计划生育严格执行吗 但没有它生了八个 然后而且这整个期间 其实都是在意态化 大部分在意态化政策之类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还有严禁拐卖妇女呢 就是打拐半 就是说得很厉害 但其实呢 这个这么赤裸裸的拐卖妇女的案件 它竟然被官方就是 把它合法化了 就是不仅允许她 租筹户口 然后把人家改名字 然后把这个婚姻也合法化 所以很多地方啊 就是这种东西 它看起来很严 其实是形同叙设的 所以呢 就是 而且地方政府 甚至成为帮凶 然后彭帅事件呢 就是一件很难讨论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 它高度的这种政治敏感性 然后就是可能 可能最开始 官方只把当成一个 纯粹的这个权力性侵 而设立到高层 所以呢 官方觉得这个很敏感 不想讨论 谁知道呢 这个彭帅它 涉及到了就是国际体育界的 对这个女性权益的关注 所以呢 官方就不得不回应这个事情 它的回应呢 也是通过就是完全的 在墙内完全的禁止讨论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彭帅后来出现的 所有讨论 就看到很明显的 这种摆拍的痕迹 这个 但是呢 它这件事情 到底是 到底就是真相如何 就是普通老百姓 其实没有一点渠道 和这个能力 去寻找答案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彭帅说的是真的 那么就说明 在权力面前 你低位再高 名望再高的女性 也只是一个玩物 那么这三个事情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它的背后是 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对待 是因为中国几年 它为了应对这种生育率的下滑 它对于女性的自由意志 采取了更多的打压 然后这三个个案 其实都只是管中亏报而已 就是能窥探到我们中国女性的处境的 并山一角 是 石板先生 你在自己的脸书和报道中 对这三个事件也有很大的关注 就您看上官论对这些事件的分析 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 中国现在 中国的整个女性问题 我觉得分三个层面 一个是文化层面的 一个是社会层面的 还有一个政治层面的 这些这几种都是 都有各自不同的畸形 就是问题 所以把中国现在中国女性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呢 就是中国的全世界关于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 这一两百年的人类的历史上 其实是一个女性解放的历史 女性的权力不停 在两三百年以前 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大部分的这个文明里面 女性是受压抑的 然后呢 但是说随着历史上的进步 特别是最近一百年的话 女性的不停的 她们的整个社会的理解不同 然后女性的地位在提高 女性的权力得到了 某种意义上的保障 比如说最近的 就是说MeToo的事件 大概这几年以来 这个事件之前 事后事件之后 我想全世界女性的权力 会有又一个变化 但是中共执政 这七十多年以来 整个它完全 把中国的社会压抑下去 那么在就是民国时代 中国的女权 其实某种意义上 和世界是同步的 但是当共产党掌握之后 共产党就讲 这个妇女杖半边天 表示说很好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定的女性 这个名额 复联 把架子做起来了 但是实际上 它所有的事 问题都以政治为优先 那么所以说 女性的问题 这个社会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 治下建国建政以来 这七十多年以来 中国女性地位 基本没有什么太高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一下和国际社会比起来 它就远远的落后了很多 那么比如说 我讲的一个文化方面 比如说唐山打人 这个 就像先天讲铁链女 铁链女 它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传宗接代 就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种逻辑 其实讲到国外 都是很奇怪的 就是中国的语言 往往没有合计 什么 为什么叫无后为大 到底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这都很难说出来 但是说以这个就是说 其实有没有共产党 问题都不大 就是说在很多的这种 中国的山区 就是说娶一个媳妇 然后传宗下去 是整个不但是全家 不但是本人全家 整个全村 整个一个社区 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是认为是最神圣的事情 所以在其中 把一些女性买来 或者是抢来 然后强迫他们为这家 这个繁衍后代 然后全村一直是共犯的 要监视这个女性 这种状态 在中国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这是文化性的一个 一个对女性的打压了 这个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唐山打人事件 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黑 这个怎么说呢 黑恶势力在当道 就是很明显 他们是受到这个 怎么说呢 当地的默许 他们这件事 绝不是第一次 只是这次被拍下来 被放出来了 变成很大的 他们这个横行霸道 另外一个 其实就是说 殴打女性 这个不管是 在西方的歧视精神 还是比如日本的武士套精神 还是中国的狭义精神 一边 大家认为比较善良 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在这价值的判断里 道德判断的时候不允许 但是中国这种黑恶势力 已经变成没有任何公平正义 没有任何道德的底线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可以随便欺负人 这也是一个 而且和当地的警方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政治方面 像张高丽和彭帅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 就是霸凌妇女的 这个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边 对女性的一种霸凌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我过去真的 我觉得看中国的媒体 每次有贪官落马 就会说出来 这些这个贪官有一百个情妇 或者是五十个情妇 有的编的故事形式 他的情妇什么 全住在一个小区里边 什么情妇里边 还有这个组织者管理者 还有什么让情妇管情妇什么等等 都讲得很 就是讲得很生动 中国媒体都把这个当作一个这个建业欣喜的事情来报道 但是说这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 我都想到这些情妇 其实他们都是被这个有权人霸凌的弱者的被害者 但是说在整个的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和在中国国内的话语 对这些情妇都没有任何的人文关怀的逻辑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这个社会 因为七十年的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社会常识 已经完全脱陷了一种表现了 我觉得这几个事件都能看出这些方面的事情 上官来 这个石板先生刚才有谈到了中国官方舆论和网络的审查问题 那这个从这些事件 你看到这个中国官方舆论的导向 网络的审查三门 然后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处置 从这些角度来看 你觉得中国政府对于女性权益的维护 这个问题 他们的真实心态是什么 为什么他对于这些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 中国女性争取权益的呼声 实际上是采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打压抵制的态度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人说 就是唐山达人案 这个是目前讨论度最高的一个话题 最允许讨论的一个话题 其实不然 就是你直接可以搜到新闻 就是唐山达人案光是在微博上 因为讨论这个就被封禁了一万多个账号 是 所以呢 而且这个 而且唐山达人案 就是销了一万多个账号 然后也不知道删了无数的这个视频 他依然是讨论度最高的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铁链女 那后面基本上就是不允许讨论 那那个彭摔案 那就是完全晋升 就是大家甚至想了各种方法去去除敏感字 去用那个拼音代替都不行 完全不能讨论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女性维权 它的真实心态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 就是维稳 其实它对于不管女性维权也好 男性维权也好 它都是认为这个女性 它认为这个是对权力的一种挑战 女性权力诉求 尤其在中国 到现在它不仅不是什么震荡诉求 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是附带危险 别有用心 影响稳定 然后尤其影响现在的催生三态大局 女性权力诉求 它为什么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呢 其实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 其实刚才士板先生有提到 我们中国一直流行一句话叫 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实我们的很多人以为 这个是体仓女权 其实错了 恰好相反 这句话其实恰好是对女性的打压 因为这句话提出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它是1968年文革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提出来的一句话 提出了这句背景 它其实是 就是把这个女性权益 当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毒草 资本主义的这个要颠覆 共产主义政权 是这个西方的毒害 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呢 是因为其实从 那个中共建政以来 中国最早的这个女性权益 就最早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1951年的那个婚姻法 其实是最开放的 现在来看是女性权益最平等的 女性可以自由离婚 几千年来第一次 那个推动的是谁呢 是邓颖超他们这帮人 他们这帮人是怎么来的呢 也是刚才士板先生提到的 就是1920年代 这个中国的女性权益运动 和西方的权益运动 开始合流的时候 以唐秦英 邱景 这帮女性权益运动先锋 所带领出来的这些后备 而这个邓颖超呢 就是其中的后备之一 所以呢 邓颖超他们在建国以后 实行的一系列的女性平权运动 其实是从民国那时候开始的 从那时候得到的 那么 而这个毛泽东他在1968年 要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反对的这些 所谓的文化侵入 就包括了邓颖超 他们提出的这种 这个就是女性权益运动 所以他提出叫 妇女人的半边天 他的另一层意思 应该这样理解就是 女人和男人没什么区别 女人半边天 男人半边天 那女人就没有什么 你就不是什么弱者 那女人还是跟男人 一样是个工具 女人同样的跟男人 付出同样的劳力 正同样的公分 但是女人 同样的跟我多生酒菜 多生劳力 就是他一点没有去 关注女性的权利 但是要求的 却是一样多 我们现在去看 当时文革时期的 所有的女性 她们穿的衣服 你看没有任何差别 都是那种绿军装饰的 然后头发也都是一样的 那时候就是打扮 被视为一种犯罪 视为一种像资本主义妥协 然后任何的女性的特征 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毒草 所以这句话 女性能顶半变天 这句话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们 其实中共 他在这一点上 你说他什么时候 倡导过女性主义呢 并没有 而且我们看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来看现在 其实中共对 这个女权主义的打压 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他把女权主义 尤其是你看 那个什么共青团中央 这几年发了文章 他多次把女权主义 就是直指女权主义 为境外势力 女权主义为不稳定因素 是要颜色革命 要颠覆中国 然后很多这种 我们称的国产男性 剑盘侠 也就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然后再攻击女权主义 说这个都是西方的势量 尤其现在你看 那个武汉大学 那商场 贺雪峰 他也采取了这种说法 就是说 这个是西方势力在捣鬼 中国就没有女性问题 所以等于是 从毛泽东开始 中国共产党 根本不承认中国存在女性问题 不承认中国有女权 这个权益问题 他在中共建政以前是有的 建政以后就没有了 对 现在如果再提这个问题 就是境外敌对势力 对 这几年完全是这样倡导 就整个中国官方主流的 就是主流的舆论 它是朝这个方向在走的 对 所以其实 因为他要 这几年他不仅就是要 就是要完全抵制 就是前十几年来 就是这种自由化的倾向 第二呢 他还要就是为这个三胎 消除一切 能够有助于 树立女性自由意志的东西 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 和三胎的问题 我看我得另外 找时间请你来谈一集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 比较更复杂 那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 你最近有另外一个视频 对于两岸女性地位的 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 比较全面的对比 然后发现某些地方 实际上两岸差异很强烈 那这个 就你注意到的 你比较了非常多的方方面面 哪些差异你认为是最强烈的 而且造成这种差异的 本质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差异其实就是 根本上的差异 就是制度上的差异 那么前提是 其实两岸它都是这种典型的 华人社会 以及整个东亚社会的 富权文化其实都有影响的 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对岸 就是这种富权文化其实都有 但是它的差异在那 差异就在于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 它就让女性 有了不同的救济的渠道 怎么来阐述呢 之前就是我刚才之前有谈到 通过讨论两岸女性的就业率 参政率 然后婚姻生育的保障 还有基本权力的保障 谈到两岸的不同 比如说就是很简单的 比如中国说就是 那个共产党是领导全民 然后又说妇女是半变天 但实际上 所有八千万多党员里面 那个女性党员只有四分之一 只有两千多万 那显然只有四分之一是天 然后还有那个 中国的那个就是全国人大代表 也只有四分之一是女性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的那个国会议员里面 有四成都是女性 而且还有华人社会第一位女总统 这就不用说了 然后还有对岸只知道催生 但是她并没有 就是发出任何相配套的 这种补助的措施 还有这种救济的措施 但是台湾因为这个生育率下降 它也有很多就是措施 但是它完全是基于这个权力 基于平等来进行补助 进行这种女性权益的保障 这其中就有 台湾是2002年就颁布了 这个就业性别平等法 还有就是在制度上 人权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有伸张权力的可能 在台湾可能有了这些保障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 是对女性不利的 在个案中在日常中 但是你女性随时 你可以去伸张权力 你可以去提出修法 然后可以提出讨论 它是有伸张的可能的 但是在大陆没有 你要提出的少了就没人理 你提出的多了就境外势力 对吧 这个完全就是两个 你是否有人权的问题 都不仅是女权 是人权的问题 那么第三呢就是 怎么说 就是这根本上 它就是 我们如果从那个 那个银海光之前翻译的 那个共产主义的 那个书里面写到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 就是对岸它的整个统治秩序 是一种列宁主义下的 这种统治秩序 其实它从来不会 它虽然每天口称群众 口称人民 但是它这个 这个里面是没有个体的 它永远就是把这个 就是所谓群众 当成是一个工具 它不关心 它不关心脑苦大众 它只在乎阶级 从不在乎个体 所以呢就是 对于女性也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你计划生育的时候呢 就给你上节育环 需要你上太太的时候呢 就各种催生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两种差异呢 根本就是这种制度的不同 石板 你也有观察过台湾的女权运动 你也采访过中国的女权的运动者 然后可能你对日本也有关注 我最近看到你提到的 日本的这个霍提名的这个作家 是个女权方面的这个作家 那你观察这个日本台湾 中国的这个女权运动的状况 你觉得这种对比 有什么可以值得 大家讨论或者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 台湾应该是比较先进的吧 对对女权 但是台湾的台湾还有个问题了 比起来的是比较先 就是台湾的话 首先总统就是女性吧 就是我有认识的朋友住在台中 他说他从总统到市长到里长 然后到他太太全管他嘛 他的所有的上司全是女性嘛 就是说 台湾的女 我认为是比较活跃的 特别是比如我在媒体圈里面 在日本的媒体 基本上就是说 像日本的记者住台湾 有八个日本记者 只有一个女性 那么在台湾的话 如果说是记者媒体圈子里面 如果八个人 大概有七个女性左右 基本上是像 就是从政的也女性非常多 这记者也非常多 我经常怀疑台湾男生去做什么去 他们说都次于那个做电脑 在家里打电脑 对对对对 都去台积电 我也好奇这个 对所以说这日本女性 但这是台湾嘛 那么这个日本呢 其实在制度上 也尽量的就是放宽 但是日本有一个文化上的限制 所以就是日本首先 它从教育开始 就是说要培养女性的家庭 所以日本女性并不愿意出社会 那么所以说我在日本的女性 如果说后这个选举候选人的话 这个政党退出女性候选人的话 很容易得到女性的票 但是说女性大部分不愿意出来 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是 当然日本比台湾要慢一些 但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那还有一些传统的人 在这个有一些歧视女性的 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在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日本是 但日本最近有改进 这个上一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就是岸田文雄当选这一次 出了四个候选人 两个女性嘛 高氏早苗和叶田盛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算一大进步嘛 那相反呢 看中国呢 中国是一个非常打压女性 非常严重的地方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指导部 最高的叫政治局常委嘛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 到今天为止 所谓进入最高这个零指导部 应该我过去总共有过 八十多个人 没有一个女性 就是中国到共产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女性 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 最高决策的 政治局常委层面的 对 现在是七个 过去是九个嘛 对 江青也只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 对 她是地位最高的了 对 政治局委员的话 他们是点缀性的放一个 多的时候有两个 但是最近基本上一个是无疑 这几年的是无疑 刘延东 现在是孙春兰 孙春兰 对 就是都都定好了 那么下一任 这下一任共产党没有开二十大呢 任何人上去 包括习近平能不能连任 我现在不敢说 但是说我敢说绝对有一个人 已经当政治局委员了 他就是陈怡琴 现在贵州党委书记 为什么呢 他是女性 又是少数民族 是白族 在中国过去不知道 王大哥听过没说 中国升官的有一个秘诀 叫要提拔无知少女 什么叫无知少女呢 就是说一些无党派 然后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 女的 就是这样的话呢 因为共产党讲一定的比例嘛 所以提拔出来一个 上去的话呢 那么我可以占很多比例嘛 就是说比如说 现在这个陈怡琴提拔他上来的话 那么他就是一定 我们政治常委 我们的女性比例有多少 有嘛 少数民族也有 其实就是他一个嘛 所以提拔一个的话 可以随意提拔 别的男的 汉族男性就有机会了嘛 所以叫无知少女比较强嘛 现在是过去这个 那个 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说 重点提拔叫 无知下流少女 就是 这个无党派知识分子 然后下过乡流过血 然后少数民族女 现在呢 这个习近平时代 就不下流了 你下乡 反而留学 反而留学变成负面的了嘛 所以现在就是 无知少女的机会比较多了 以此看来 就是说 完全不是凭自己的实力 而且就是说 照顾点缀性的一个女性嘛 所以说到中国为止 除了江青 有一段时间 有些实力 就是因为 借着毛泽东的时候 发挥一些影响力以外 在中国的 共产党的历史上 很少有女性 能够有一些主导权的嘛 在这个完全政治主导的一个国家里面 女性的地位 发言权还是很小很小的 是这样 从共产党的历史来看 我觉得江青是唯一一个 真正进入决策圈的人 但是他也只是政治局委员 而不是政治局常委 上官呢 你觉得中国的女权运动 作为一种运动 现在还存在吗 现在这样 这么这几年的 这种打压的结果 是不是中国 还有一种运动 叫做女权运动呢 我觉得1949年以后 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 中国所谓女权运动 就是首先 你就刚才提到了 就是那个文革期间嘛 就是他对之前的这种 妇女权运 进行了完全的这种反转 但其实1949年以后 他这个都不叫女权运动 他只是一种官方主导下 就是当时就是 配合像类似于土改 类似于这种东西 他进行了一种 一种就是平等 不能算平权的一种政策推行 就包括女性的这种 自由的离婚权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1950年那个婚姻法颁布后 看似女性有了离婚权 但是他这个离婚权 不是只针对女性的 它导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就是在50年代以后 很多那些 跟着共产党打僵身的那些 老革命分子 从此就把自己 以前的那些 朝康之期全部 全部踹掉了 离婚了 去进到城市以后 看到女学生 多可爱又青春 又有知识 然后就娶了女学生 所以这个婚姻 它其实反而很多时候 很多受害者 其实成了这种 成了女性 这个也很有意思 然后 而且然后到了 而且这种女权 所有的女性平权 也就持续到了 反右和文革而已 反右以这种 所谓的妇女能顶半变天 实际上在反女权主义 然后把女性 变成了完全的脑洞力 然后完全忽视女性的 这种弱势和处境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 就是纯粹的劳动力 然后所以呢 从这个程度上来说 也没有 然后到了80年代 90年代之后 虽然改革开放了 但是呢 这时候消费主义 把女性裹削起来 这个跟欧美的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随着这个 一台化政策的颁布 然后到现在 二台化三台化的颁布 然后女性呢 一直其实就是 子宫其实一直都被 掌控在这个国家的手里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然后偶尔有一些 可能是前几年 因为就是 因为中国为了加入WTO之后嘛 然后它有限度的放开了 就是让一些西方的 这种普世价值进来 其中就包括 这个性别平权价值 这时候呢 大概在2010年以后 就是中国也出现过 就是类似于就是 比如女权五姐妹啊 还有类似于也在 知识分子圈流行过 一段时间的me too 但是后来都被当成 境外势力打压了 有的就是被喝茶 然后所有的设计女权的 这个账号被消耗 所以这种零星的呢 那肯定也算不上女权运动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 不曾有过所谓的女权运动 它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的女权运动 其实台湾女权很有意思哦 台湾女权不管哪一部分 它都走在中国前面 就是在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放逐嘛 是从那个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 但是台湾的放逐 是从日治时代 就是大陆还是晚清的时候 就开始放逐了 日本当局的时候 就在让台湾女性放逐 然后呢 日本当局也是在1980年 1890年代就开始让女性入学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女性入学 是到晚清新政以后 就是1904年以后 女性才开始有限度的入学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 那台湾其实都走在那个 对岸之前的 当然70年代 从女秀年里元征 这样的女权领袖 开始女权运动到现在 为台湾的女性争取了很多 这种人生权 工作权 然后这种参政权 这种所有的这种人生自主权 这个一系列运动 我觉得才能被称为 是真正的女权运动 你刚才特别提到了 中国女性的子宫 握在国家的手里 这种情况在最近中国政府 现在实行逼女性生三胎的 这种状况底下 地方政府在这个逼大家 生二胎三胎的方面 又采取了哪些疯狂的行政措施 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很多我专门收集了一些 就是首先我们说 就是你要 就是这个子宫在国家手里 我刚才提到了 其实这几年就是 如果你要让大家生三胎 这个毕竟不像那个 一胎化政策 你可以强制的绝育 对吧 强制的上还 你这个不可能让人家 强行的怀孕 这个就很难 所以呢 如果你要强行 你要让女性自愿怀孕的话 首先你要增加 女性的这个生育的意愿 生育的意愿前提是 你要让女性有条件 然后没有后果之忧去生 但事实上这个女性的处境 改变了吗 没有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最近的几个那个婚姻法 包括离婚冷静期 这些出来 其实都是对女性权益的 进一步的线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就更不愿意生孩子了 那么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 就是自从疫情以来 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 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这个情况下 经济又受到打击 然后它要附属经济 要让女性生三胎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 很有趣的措施 你就觉得剃销皆非 它的措施竟然是 就是把这个催生三胎 和那个 拉房地 就是复兴房地产 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 就是我都不知道 它是为了催生 还是为了催买房子 比如刚才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打人的唐山 就是它刚刚发生的 这个就是殴打女性事件 然后它竟然就推出了 什么供给金政策 再升级 就是允许多海家庭 用供给金来贷款买房 这个以前是受限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种比如厦门 武汉 二海以上的家庭 可以购买三套住房 还有东莞啊 南京啊 沈阳啊 这一线城市都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购买三套住房的 大家都知道 之前那个房地产的限制 很强烈嘛 然后一些小地方啊 它就是人没那么多 然后它就采取 发一次性的补助 比如像汉中 就是 它一次性的生育补贴 可以到两千到一万元 四川我们四川的潘枝花 它是全国第一个 直接发钱的城市 它的生育政策是按照 二海和三海的那个 潘枝花户籍的家庭呢 每月每个小孩 发放五百元的育儿津贴 直到三岁 但是第一还是没有的 你必须要多生才行 然后吉林呢 更有意思 吉林市 它发文提供婚育信贷支持 就只要你愿意生 那个一孩二孩三孩 分别可以贷款 就最高可以贷款到 二十万元 就好像大家只要 就好像 只要我愿意让你买东西 你就起有钱买东西一样 就是很有意思 然后北京啊 大家知道北京上海 以前是这个 就是对这个购房购车 是限制的最厉害的 两个城市 就非常的高傲 高攀不起那种 结果北京现在也是 多孩家庭 无需轮流去抽签 去租那个公租房 可以直接凭这个选房通知单 去选房 就只要你生多孩 然后那个 什么 那个甘肃张业市啊 也是如果那个 二孩三孩的当地 那个家庭买房的话 可以直接 政府直接给予 四万元的政府补贴 那个湖南 更有意思 湖南上次也是上了热搜的 它是三孩 如果产假修满的话 可以一直请假到 婴儿一周岁 但是呢 它又 但是呢 整个 它又没有提到 任何给企业的补贴 那就是把这个成本 全部转嫁给企业了 我不知道以后 湖南的女性 还怎么找工作 对啊 就是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一看到 就是生孩子要是 就是 就是说 它我觉得完全 它没有把真的 用心在 催大家生孩子这件事情 它还是把这个事情 和房地产捆绑在一起 而且逻辑很有意思 就是 大家购房的这个 政策和 购房的这个 权利 和买房子的权利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你是本来把 该属于 那个人民的权利 剥夺走了 然后现在 就把它当成做恩惠 再还给大家 就觉得大家 一定会抢着去 但事实上 从那个放开二胎之后 到现在的这个 催生成果上来看 显然没有 就是 人民好像也 不会上当 就是 成效也不佳 不然他就不会说 放开三胎了 对 实际上我看到的 上海封城 解封以后 上海的人 申请离婚的 这个案子 急速上升 这个现在都要排队 三个月 才能申请到离婚 这个 这个也是 很特殊的现象 不过我们来谈一下 最近美国的 这个情况 这个也是 全球女性主义 很大关注的 一个议题 就是如果说中国的女性的子宫 握在国家的手里的话 那美国女性的子宫 可能就是握在法院的手里 这个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 关于堕胎权的判决 他们主要是认为 联邦宪法并不是无条件的 保护堕胎权 堕胎权应该由各州 自行立法来决定 那这样一个判决 我看石板先生的脸书 也做了评论 这个上官乱也做了评论 这个石板先生 你先说一下 你认为这个判决 可能打击了这个女性的 一些权益 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 你对这个判决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 等于说 对这些价值的多元 我在脸书上分析 我就是说 首先通奸和这个同性 同婚以及这个堕胎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150年前200年前 整个社会都是认为 是被打拟不到的事情 但是随着大家的 这个意识的改变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 被大家所接受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就是说 比如说同婚 这个通奸 先说通奸 通奸过去 在中国叫陈堂的 没有 肩负淫妇 陈大堂里 一起杀死 而且这认为 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说 慢慢慢慢 大家认为 这个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虽然在民事上 还会有一些赔偿的问题 但是不涉及刑法 所以通奸除罪化 其实韩国和台湾 是亚洲 就是除去中东的 那些伊斯兰教国家以外 是最慢的 台湾是最慢 最慢的 现在的台湾 就是通奸已经是 就是说 刚刚除罪 对 刚刚除罪 这是一个潮流 那么 就是说 同婚也是 同婚反而 同婚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 亚洲第一个 然后 但是说 我想日本现在 韩国 同婚还是违法的 但是我认为 这时间的问题 再过十年 二十年就会 也会除罪 那么这个堕胎也是一样 堕胎过去是不允许的 但是说 慢慢慢慢 过去是 大家都生活的大家族 而且就是说 怎么说呢 如果这个女性怀孕 即使比如小孩 有一些残疾 或者是一些 这个被强奸 或者怎么样 生育的话 但是大家照顾的话 这小孩还可以 受到大家的关心 所成长 但是现在的社会 已经变成单身的社会 比如说日本东京 我查了一下 日本东京的 单身一个人住的家庭 已经超过将近一半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的女性 是一个人住 他们就是说 如果他们不晓避孕 失败或怀孕的话 就是没有任何人帮他们 他们自己一个人 很难生活下去 甚至包括这个小孩子 父亲可能 也不会尽任何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国家又不去帮他 让你强迫他 把小孩生下来 这点我觉得是 会让造成很多很多 不幸的故事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是全世界 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说美国呢 是美国这个判决 是往时代 就是往回溯的一个 当然说 你要多大的时候 去认定是胎儿 认定胎儿的人格 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过去是 其实是 好像是心脏跳动的话 认定心脏跳动 认为就是人 就不许多猜 但是说 他一般用12周 作为一个蛮重大的分界 过去是 过去心脏 因为过去的医学 只能听到12周以后 小孩的心跳 现在听小孩心跳的 技术越来越进展了 五六周 甚至女性完全没有 没有自觉的感觉情况之下 就可以先听到 小孩的心脏了 所以 那五六周的话 那就是当女性 发现怀孕的时候 就不能多胎的人 就会很多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判决 我认为虽然我是 个人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 对中国政策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判决是 整个和这个价值观 是逆行的一个判决 上官 当然我知道你认为这个判决 打击了女性身体自主权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的话 胎儿生命权的问题 也是有很多美国的女性 她们主张的胎儿生命权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 胎儿生命权这个问题 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代表 来发生的 那这些胎儿 是不是是一个更弱势的团体 我从来不喜欢把这项潜力 称为堕胎权 我把它称为叫终止妊娠权 因为如果我们把它称为 堕胎权的话 大家的那个焦点和主题 觉得这个事情的主体是胎儿 因为它的焦点也在胎儿身上 但事实上 这个事情的主体明明是女性 就是是女性 终止了妊娠这个身体动作 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女性 终止妊娠权 只有这样表达了 它的主体才是女性 而且也在强调女性的自主权 而保守派 它一提出这个婴儿生命权的时候 然后自由派 每次就只能被迫招架 然后每次这个讨论 都集中在婴儿的生命权上 对对对 胎儿的生命权上 所以这造成其实每次都失交 然后这种失交的问题 其实很多 那么第二次就是 刚才汪浩老师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现在最长 就是这个 不管保守派也好 还是其他的人也好 最常见的一种反问 就是直接将问题转化为 女性有没有杀人的宣发权利 所以其实在问这个 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知道你这个是代表的 就是你替大部分的人问的 就是其实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植入了三个前提 第一就是已经确定婴儿 那个胎儿生命权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就是确定 胎儿需要发生 第三确定 胎儿比母体更弱势 但是我们想 首先其实胎儿的生命权 它的定义一直是模糊的 就是根据普遍的解释 就是1992年的这个凯西法案 是把它解释为 除非胎儿能够在母体之外 独立生存 那么胎儿的权利 才能脱离于母亲 那么2013年的心跳法案 又像示范先生刚才说的 已经把胎儿的生命权模糊 规定为 这个就是探到心跳 实际上现在五六周就可以探到了 那很多人那个五六周 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解释 其实有个前提 就是当胎儿他寄生于母体的时候 寄生者的权利 他是不能高于母体的权利的 因为母体你才是胎儿的 那个来源和基础 至于宗教保守派的看法 他认为是上帝不喜欢堕胎这个事情 可是上帝到底怎么说呢 这个解释权 他一直都在人的手里 上帝是不可能自己站出来的 而且即使上帝真的站出来的 那他也和这个人间的法律没有关系 然后 而且如果按照保守派的这种看法的话 那么就是 以生育为目的 以外的信心为 那也都是非法的 那你直接回到中世纪了 那重点还是 就是重点其实还有在于 就是他有个逻辑辩论 就是如果胎儿是人 那么不代表女性的堕胎权就不成立 胎儿不是人 也不意味着女性的堕胎权当然就成立 那么胎儿是人 就是可以证明女性拥有宗旨认生的道德权利 认为胎儿不是人 也并甚至至少说她不是一个宪法规定上的人 那么胎儿所具的这个价值 也不足以对女性的权利构成这个挑战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 这次的最高院 他为什么说把这个决定权回归给各州 因为宪法也没因为宪法里没有规定 胎儿具有生命权 胎儿是宪法意义上的人 如果胎儿是宪法意义上的人的话 就根本就不用这个讨论了 那你都还就是杀人了 那最高院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了 对吧 所以就是宪法上也没有赋予胎儿生命的权利 至少不是公民的权利 那么就是很简单 就是这里上面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自由的问题 以及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其实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生 就是生下来以及生存 不仅在于这个 还有的就是它包含生存的存在的意义 以及尊严 一个个体的尊严和存在的意义 它不应该是被国家强制的 那不就成了那个中共国了吗 对吧 而且堕胎禁令 它就是国家将某种这个生命观啊 尊严观啊 它强加到女性身上 而女性 女性的一直都是没有话语权 她的女性自己怎么样决定自己的身体 竟然有自己身体以外的其他人来决定 那么就是当 胎儿不能自由存活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就 那个胎儿不能自由存活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个强势或弱势之说的 反而我觉得不能 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女性 才真正的是弱势 你毕竟是一个成人 但是不能决定自己的身体 你想 最近的瑞士已经通过了那个安乐死 睡眠仓了 这个就是表明 人可以最大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身体 那么第二 就是也没有哪部县法中显示 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身体 处置权交给他人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经常说 你买了一个房子 风能禁雨能禁 国旺不能禁 都这样 你房子别人都不能管 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呢 而且要把这个女性的身体 交给大众来处置 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而且我觉得高院这一次很鸡贼的就是 他放弃了这一条 这个法案的解释权 把它归给各州 他明知道 这个归给各州的话 其实他很容易形成一种叫什么呢 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家那条街 全是住的七八十岁的老人 然后你说 我们今天要举行 那个同性恋婚姻公投 让你们全的公投 那肯定通不过呀 他们首先想哪 那就没人跟我生今生了 对吧 就是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台湾真的比美国民主啊 就是台湾在通过这个同婚的时候 是不需要公投的 因为很简单 少数人的自由 不需要多数人来决定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少数人的自由 它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它只是对自己的身体 行使了自由权 但是有可能这个 就是终止认生权 它被称为 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自由 就比如我生病了 我感冒了 我选择不吃药 我就这么躺着 我就想让它去过去 这其实也是一种消极自由 那么这个终止认生权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大家会提到 就是有人反驳我 就是那个 就是你们女权主义大法官 金斯伯格也是反对 1973年的那个 那个罗斯维德案的 其实我要说的是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决定是 他的质疑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其实之所以这次有 这种争议 之所以这个最高院 要推翻1973年的 这个罗斯维德案 就是因为 他当时本来就不合理嘛 他看起来是维护了 这个女性的终止认生权 实际上他用的解释权是隐私 那么隐私这个东西 你是可以再重新解释的 它并没有涉及到 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那么这个其实跟后来的 解释留下的巨大的隐患 包括1992年的 那个凯兴案 他也是没有推翻这个解释的 他依然在回避真正的焦点 他既没有探讨 这个胎儿的生命权 也没有探讨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所以呢就是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事情 我看不到它的什么民主制度 我只看到了政客的狡猾 就是这个最高法 把这个皮球就踢给了各州 然后 主要是各州的州议会了 州议会要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然后就是 然而这些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 有没有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法 其实刚才士板先生已经提到了 就是 其实所有的问题 他其实 哪怕我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婴儿的生命权 的胎儿的生命权 和女性的这个自主权 其实都不是根本的 最最根本的是 就是谁来承担这个成本 其实 我们作为女性 就是不管我占女权 我还是一个就是 一个女性 就是 作为一个女性 只要有合适的时机 有合适的条件 没有哪个女性 是真的想堕胎的 就是他堕胎一定又 一定是 一般是三个原因 第一是没有能力抚养 第二是非自愿怀孕 比如被强暴 或者是乱伦 那么第三就是可能 因为前两个原因 而害怕暴露隐私 就这个呢 就是这个才是 那个1973年那个案子提到的 比如未成年怀孕啊 未婚怀孕啊 那个提到的隐私 其实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都是可以 有国家机构 或者那些是 民间力量来解决的 只要你能替女性 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堕胎 那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就是比如 你非自愿怀孕啊 或者意外怀孕啊 如果你有专门的机构 来保护他们的隐私 也不让小孩 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 只要那个小孩一出生 他就可以有 这种社会机构来抚养 那我觉得 没有几个女性 会选择胎 还有就是 但是如果那些 可是 可是我觉得上次 你们采访了一位 挺保守的一位人士 但是这些反堕胎的人士 他们连这种 变形人的医疗权力 他都反对 他真的会去 纳税给这样的机构吗 我比较怀疑 就是 所以呢我一直在说 就是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谁要求生 谁负责养嘛 不要你请客我买单 对吧 那跟中国催生生 它有什么区别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 在女性堕胎的讨论中 那些让她们怀孕的男性 整个就隐匿掉了 这对她们如何处置 好像她们跑了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惩罚 所有的成本 所有的代价 全由女性来承担 那那些男性呢 如果那些强暴 或者 这人怀孕的男方 或者是那个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性行为之中 很多人说 这个女性 当时是自愿的 但其实很多女性 她当时 她会迫使自己自愿 过后她可能会后悔 但是后来不及了 就是这个是涉及到 那个性权力的问题 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 那些蹄库走人的 因为女性不能堕胎 那她们应该受到 如何惩戒呢 那是不是应该 用她们来负担 绝大部分的这种 这种抚养费用呢 就是不能让她们隐匿 就这种成本 这种就是 法律架构 是不是应该也考虑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 就是总之啊 就是要把这种事情的成本 从女性身上 公平的迁移出来 分配出来 那么 这个中子认生 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阶段 所有讨论就是 不想为女性分担 只想让女性来承受 用所谓的生命权啊 用所谓的女性啊 来霸凌女性 那个道德绑架女性 当然其实我的 所有的诉求中 就是 中子认生权 只是其中之一 就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那个生育自主权 不仅表现在 自由中子认生 还表现在自由生育 就是 我不需要 就是我不需要 非得结婚就能 才能生孩子 我不需要 非得结婚才能动静 才能动暖 这个在中国大陆 现在不允许的嘛 它又要催生 但是呢 你单身女性不能动暖 它又要催生 但是你在 但是你必须要结了婚 才能进行那个 生殖抚育 那个生殖辅助的 这种治疗 那 那我作为女性 如果我有足够的 经济条件 我也能够承受 我也喜欢孩子 但是我就不想结婚 那凭什么 我不能自主地 就是使用自己的子宫呢 有人愿意 中子认生 那也有人愿意 我一个人就能生 几个小孩 就像 那个 张白芝 他就喜欢小孩 然后他也有经济条件 那他们第三个小孩子 他就是 随便 不知道找了个谁 他也不需要对方来负担 也不需要结婚 就抚养了 其实我很赞同这样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最终的核心是 女性的生育自主权 女性的身体 由自己来决定 这是我所有的意见 这个 谢谢你 那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 这个最后很快一个问题 这个是你在前几年来台湾旅行后 在中国出版的一个水笔 这个书叫 《这样走才能看见真台湾》 那你现在来台湾住了一年多 我听说你可能打算出一个繁体制的新版本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书上会有些什么新内容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版这个新书 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因为这本书 但是那个17年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本书的关系 很多台湾人加我 就包括我当时的先生 后来才开始交往 然后这本书呢 现在的确是有 有想在台湾出版 主要是那个粉丝的呼声也很高 就也想看到 因为大陆早已经绝版了 这本书当时出来 就是命运也蛮曲折的 就当时出来正好赶到那个民进党执政 所以整个中国对台湾题材的那个出版 就是完全完全就是极度的限缩 所以这本书就是从出版社审核完 文化厅审核 审文化厅审核 审文化厅审核出版总数审核 出版总数审核了 国台办审核 每审一次删掉一点 每审核一次删掉一点 所以就是首先我想出一个 真正完整的不被掩割的那个版本 是我的第一个愿望 就是所以如果要出新的 首先是一个不被掩割的版本 第二个内容要全部升级 因为最根本的一点是 我第一次我那时候写的时候 我是要写给大陆人看的 是大陆对台湾有兴趣的人看的 但是现在我写的话 我是要写给台湾人看的 我是希望通过我的书写 通过我的观察 能让台湾人更加了解这片土地 能让台湾人更加热爱这片土地 我一个外人都能做到 我相信台湾人应该会更热爱这片土地 因为台湾值得 好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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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